布朗宁首秀广州恒代首发,19 曾成,5 张宁鹏,4 布朗宁,23 35 李徐鹏,8 宝利文娃,9 塔利斯坎,13 何超,16 黄柏文,20 余汉超,29 克林 记录,30 刘电作,2 刘雨宁,6 冯兴平,26 胡瑞堡,11 张宁鹏,30 布格拉号,7 何世豪 广宝三舰首发,34 钟林郎次,13 景林彰,23 荒木索仁,33 何田兔也,14 三宝四,24 张俊兴,25 孙本大名,27 兴首寒平,16 地道生,20 带格拉斯 格拉,20 接穿越界 信鼓,21 广宁刘太郎,5 吉野公平,7 解救田越人,17 千本炮制,26 川颈部,50 高桥转远 南塔方一横断方叶 四 温元席出阵 球队阵人还是以经验身处的老将为主 富亚宁,小智哥 一路人身在营兰首秀 上半场 横道开场就展现出主场适逝 第18分钟 塔利斯卡接到余汉超床中投球破门 横道一 林广导三剑 第二十六分钟 横道假球机会 余汉超前点后蹭 把立于落门前将球赚进球朗 横道二 林广导三剑 下半场比赛 横道三面接连派上了狐狸堡 张希伟 为世海等小将出场 场面也不如上半场漫漫犀利了 全场比赛 横道二 林战胜广导三剑 达到了要贯首胜 塔利亚宁对球队并不满意在赛后的采访中 塔利亚宁也谈到了球队的本场比赛 对于下半场 我一点都不满意 我们对比赛的控制和赛前要求完全不一样 当然 有可能是比赛太密集 对球员的思想和体能的影响 之前有说过 我们球员集训 总共只有20天 今天的表现也体现出了能夕阀系统东逊的营养 本场比赛 横道的上半场与下半场表现 可以说是天差地别 塔利亚宁或许对于球队的要求是全场保持压迫 但下半场却十分松散 下半场派出三名小将 也是原因之一 就如凯纳瓦罗所说 球员们的思想不集中和体能下降 确实有所影响 虽然取胜 但凯纳瓦罗带出了球队的最大隐患 二人与球队的门合是 横道外贯最大鼓励西赛区 横道引入了布朗宁 朴智珠 陈世豪 张希伟 高准益 别人等新人 但女人过多 肯定会打破球队主力框架 新人的磨合问题是极其关键 更别说横道仅单身了二十天 这部女新人的磨合 肯定有很大影响 在中超 其他新人都可以进行很好磨练 但布朗宁和横智珠 却不能与球队充分磨合 这二人毫无疑问是球队入贯主力 她们今天的表现已经证明这点 但她们与球队联合不好 在接下来的远贯中 男女会有失意出现 而横道也会遭到打击